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先先为大家带来一部未来世界人工智能控制城市 全名都是富二代 但是30岁就会离奇死亡的写点科幻片《逃离地下天堂》 故事发生在二十三世纪 人类住进了一个由AI控制的地下城市 每个人一出生手掌上就会被镶上一颗大钻石成为富二代宝宝 城市里都是些时髦的巨男靓女 整个城市活脱就是一场大型时装秀 这一天巨男靓女们又聚集到城市中心 开始了特别节目超渡圣会 这个超渡圣会专门负责送30岁的人归西 市民们都相信会被超渡圣会送中的人 同时也会迎来转生 所以当这些超渡者被极其轰得尸骨无存的时候 下面的信徒们却一个个兴奋地不行 阿弥陀佛阿兰图林弗诺伊玛 保佑你忠诚的信徒们 信AI得永生 就在众人狂欢之时 男主角身上的BB机却响了起来 原来是有超渡者不愿意进入到轮回想要逃走 男主角身为地下城的守护者 超渡圣会的中心粉丝 怎么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呢 于是他们和另一名守护者好机友 一起干掉了逃跑者 生会结束后 男主角回到住所休息 只见他拿起个遥控朝墙上指了指 居然出现了一个男马仔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量子传输 但是AI大哥 你给我送了个带包二是啥意思 男主角又是一通操作 这回从墙里面走出了一个长腿美女 这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啦 男主大概饥渴一脚 一上来就毛手毛脚 女主角却十分羞涩 这节奏太快了 我还没准备好 不如我们先聊聊天 于是两人聊起了白天的超渡圣会 女主角对于超渡圣会 是否能真的帮人转身充满了怀疑 听到这里 男主角毫不犹豫地举起枪 你想逃就等着叽叽 恰巧好就带来新女伴 女主角便趁机离开了 之后男主角来到AI控制室 调查前天晚上逃跑者的身份 AI却从逃跑者的遗物中 读取到关于避难所的信息 还指派男主角假扮成逃跑者 找到避难所 男主角想起前天晚上 有逃跑倾向的女主角 于是又来找女主角 想和她双速双飞 女主角心想 这个AI糟狗真是贼心不死 看老娘怎么称报她 于是便伙同逃跑组织队友 想把男主角骗去大本营杀掉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走到半路 男主角却突然接到 追捕逃跑者的任务 两人又来到了 逃跑者所在的教堂 找到逃跑者之后 男主角不仅没有杀她 反而让她逃走 女主角见到这个情景 对男主角好感大声 不过男主角的好机友 却目睹了这一切 之后两人又来到整容中心 男主角打算换张脸再逃亡 却不想 医生是逃跑组织的成员 男主差点被激光笔干掉 还好男主伸手不凡 最后把医生给摁到在手术台上 这时男主的好机友赶了过来 你是要抛下我和这个女人好吗 为什么 为什么抛下我 男主无情打晕了自己的好机友 接着同女主来到了一个 废弃的地下工厂 男主见逃跑组织的成员 都在地下工厂里 以为这里便是避难所 于是用身上的BB机 给总部发了信号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 这里并不是避难所 这时大队守护者赶了过来 西湖南家的男主 只好带着女主角 按照逃跑组织指明的路线 朝避难所进发 就这样 两人逃到了一个冰窖之中 在那里住着一个 金光闪闪的铁桶机器人 两人询问他 关于避难所的事情 没想到差点被铁桶机器人干掉 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避难所 逃跑者都被铁桶机器人干掉 做成肉干了 我的妈呀 城里人平常吃的居然是人肉干 求生欲满满的男主 这时又跟铁桶机器人 展开了一场大战 没想到居然轰出一条通道来 两人顺着通道走了出来 终于看到了红色的大饼 第一扇的世界 这时已经变得一片荒芜 只剩下老娇花子一人 老娇花子和单身贵族们一样 都喜欢撸猫 女主角看到老娇花子 白头发可爱 忍不住撸了两把 也难怪 毕竟是30岁 就要被送赃的人 聊了没多久 男主角的好救 居然又跟了过来 这得是有毒碍啊 好救绑架了女主角 希望男主能重新回到他身边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为了保护女主角 男主同好救 又是一场大战 最后亲手终结了好救 阿弥陀佛 爱若斯 圣徒林 同性恋都得死 异性恋得永生 战斗结束后 两人劝说老娇花子 和他一起去地下拯救众生 老娇花子答应了 但是由于入口出水太大 老娇花子无法通过 两人只得自己进了地下城 他们再次来到超度盛会 向信徒们宣讲外面的世界 但是信徒却当两人是疯子 没过多久 两人就被守护者给捉去 AI扫描了男主角的大脑 从中得知了外面世界的信息 这下我们无所不能的 AI却逻辑不通 直接把自个儿给玩死了 整个城市随之崩溃 最后众人终于叫来 老娇花子所在的水库 等等 这个水库刚才不是在最上头吗 怎么突然变在下面了 这些都不重要了 因为大家已经发现了 最大的bug 那就是老娇花子 原来人是可以活过30岁的 阿弥陀佛大彭祖圣一夫 愿看视频新闻 个个都能手香土豪钻 命笔彭祖硬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快来点赞 关注评论 让星星陪你一起 拯救世界 好房地 ì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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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